茶果嶺道和韋業街交界 連同對出的海濱長廊 原本計劃興建茶果嶺公園 但去到今年初 部分地方就改了給積訓局發展新校社 休憩地帶只剩下沿著海濱的擲場走廊 和靠近污水處理廠的一處地方 區議員批評這樣做是漠視民意 兼且違背承諾 我們東九龍的規劃中 將來大概六十七萬到七十萬居民人口 我們人均綠化面積是不足的 如果政府剝奪我們擁有休憩空間的權利 我們人均的休憩空間 其實在最後一直在萎縮 不過就算公園建好了又怎樣 三十多年前關閉的醉酒灣堆填區 入口重門深鎖 原本改建了做葵涌公園 但因為沼氣而各自啟用 去到解決問題之後 一直雕空了17年 雖然在地區人士和團體多番爭取之下 政府落實興建一個臨時板球場 但由於這裏比較偏僻 加上交通配套不足 區議員擔心市民始終得物無所用 由地鐵站走到這裏 都差不多要七八個字至九個字時間 當然它可以搭小巴過來 但亦比較有駕駛 也不是經常有小巴開到過來這個位置 這裏所以你這樣的開放形式 讓公眾暫時走上 我覺得是有點騙我們的居民 他又說公園出口只是設在工廠區 而多個接近市區的出口一直都沒有開放 有違公園要接近民居的規劃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那裏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